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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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相信大家都去過Costco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最忙的時間去Costco 通常是午餐時間,因為是下班時間最忙 但你最忙的時間去當然有很多人 但有他的好處 有什麼好處呢? 好處就是你可以去 sample 很多不同的食物 可以有這個試食的檔攤 總之是試食的機會 這是一個privilege 但你去試食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Costco為什麼會讓你試食呢? 當然是會增加他們去賣多些東西 你試完之後你會發現好吃 那你就可能會買 通常有一疊放在旁邊 那你就已經預備好 隨時拿著放上車就繼續走 這個呢? 這個平台 試食這個平台 是讓人知道那樣東西究竟是多好 你看到包裝可能不發覺它很好 但你試食完之後呢? 你就覺得很棒 那就會買 那背後呢? 其實有更加多的理由他們去做試食 那其他另外的理由去做試食呢? 他說當他給一些麵包放在紙兜裡面 或者拿著牙籤打著那個芝士 你拿完之後呢 你有一種歸屬感 你很想再回去 你很想去為了Costco裡面去付出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就有這個心理的作用 你拿完之後你會發覺 可能買東西 或者下次回來 你又想再很深思思地回來再去吃 那就會繼續回來 其次的呢? 當然是增加賣的數量 但是這個平台很有趣 這個試食這個平台 就讓人去經歷到一些 平常你去店舖未必經歷到的事情 就是你知道那樣東西究竟是好吃還是不好吃 你可以經歷到背後裡面那樣東西 其實那種的味道 那種好的味道 或者可能不好的味道 你也能經歷到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平台 讓人知道 讓人不單止去看到 但是口裡去taste到那樣東西 那我們知道呢 當然 其實Costco扔很多錢出來 最生氣還是想你多買點東西 其實他是成功的 看到很多study說到 他做這件事的時間 其實他會賺很多錢 如果那一刻 他去推銷這件事 去給你試的時間 那個售量 賣出來的量是高很多 正如你去買車都一樣 他不會只是拿一本書出來給你看 你看這輛車多漂亮 他立刻叫你走到車裡 叫你坐進去 甚至叫你開一開 繞一個圈 讓你去經歷到 不僅是看到 但經歷到 那輛車裡面的好東西 做到我們基督徒的時間 我們都一樣 我們教會也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令到人進來 讓他們感受到 基督教裡面的慶向 我們會做不同的外展活動 可能搞一些sports day VBS 幫助別人進來這個教會 可以感受到 教會裡面的慶向 但我們本身 我們本身日常生活裡面 每一個基督徒裡面 我們有沒有 怎樣去給別人一個平台 不是說試食的平台 但是一個平台 是讓他們去經歷到 上帝裡面的愛 究竟我們自己 在日常生活裡面 上班或者去買東西 去餐廳吃東西的時間 我們有沒有幫助到別人 去經歷到上帝的愛 耶穌有很多的 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或者平台 去幫助別人去 接受到 或者明白耶穌裡面的信息 他背後的遺憾 他究竟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當你有跟我們的sermons的時間 你看到Pastor Jim說了 五個星期裡面 如何去放下得著 說到施洗若汗 如何去放下他自己的先知裡面 高的身份 做一個最佳南配角 如何耶穌三次被撒旦裡面去引誘 但是他放下他自己 可能得應有裡面的名話 可以得到那個instant gratification 但是他放下 因為他知道 他背後有更加多事情 或者說到上個星期 門徒裡面 如何去跳出這個comfort zone 當你有comfort的時間 你就要去鬆 因為你知道 你不能再圍繞著自己的comfort裡面 我們今天會看到 剛才讀的經文 我們會看到耶穌 開始在加利利這個地方裡面 去教導 以及去做 他開始了被人認識到耶穌 耶穌根本是甚麼一回事 他出來之後 他的人是甚麼 他做的事是甚麼 我們開始的時候 我們一起低頭祈禱 我們感謝你 讓我們來到你的殿鐘 可以去敬拜的時候 可以去學習你的話語的時候 求你繼續讓聖靈在我們心裡動工 讓我們去明白你的話語 讓我們去活出 我們離開的時候 我們可以活出你給我們的使命 感謝你聽我們討告 討告奉主明寇 我們今天的福士的大能 我們今天會看馬可福音一章 二十一至三十四節 二十一節記載 到了加帕龍 耶穌就在安息日 進了會堂教訓人 很簡單 耶穌就在一格的地方 他去了加帕龍 這個城市其實本來很小 但去到耶穌的時候已經算大了 有會堂在裡面 那會堂的事就是 當然是那些人去敬拜 或者是安息日的時間去聽道 那些地方 安息日就講到 那就是其實的時間 告訴你 其實沒有人上班 沒有人做得事 那就是個個 可能都湧在這個會堂裡面去聽 那耶穌就去教教訓 但是呢 教訓那些人 然後二十二節就說 眾人願欺其他的教訓 因為他教訓他們 正像有權兵的人 不像民事 這班人聽到耶穌的教訓之後 就有這樣的反應 嘔嘴 因為他們不知道 究竟耶穌 為什麼 這個人說的事 和其他人說的事 是不同的 那我們要了解 就是要了解 背景裡面 通常在會堂裡面發生什麼事 背景裡面 通常在會堂裡發生的事 就是有一個人走上去讀律法 無論是摩西五經那些的律法 接著就會讀些先知書 讀完先知書之後 就有人上去解釋先知書裡面可能說的話 但是耶穌就可能拿了這個機會 就走上去跟他們教導 教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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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走上去 他就跟那些人說 其實不知道說什麼 聖經裡面沒有說他說什麼 但是 就有很大的對比 耶穌教導的東西 跟平時裡面 他講到民事 民事其實不只是民事 不只是抄本的人 這些是真的跟了法利賽人裡面 做了很多律法裡面 不只是抄本 但是他們很熟悉 猶太裡面的律法 摩西裡面的經文 甚至先知書都很熟悉 他們已經是 其實是教這些書本的人 所以英文 如果你會看是Teachers of the law 不只是民事 他們會教這些東西 但是耶穌教的時間 他就讓他們看到權兵的對比 通常耶穌教的時間 通常那些人教的時候 就會用先知書 他就會說 用一些quotations 就是會參考其他的東西 說這個先知書是這個意思 因為這裡是這個意思 但是耶穌就不是 耶穌就自己的權兵 一說出來 可能他解釋就說 先知書這裡就是講神的兒子 接下來 但我們不知道他講什麼 但是那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 這幫人看到 耶穌的教導 和平時聽的教導 是不同的 其實很簡單 要明白很簡單 A軍說 聽說iPhone 6s就快出來了 B軍就說 我上網看也好像是 有說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接著A軍說 我聽到誰說應該是9月 但是B軍說不知道可能是 但是每個人都是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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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裡看到 但是如果Tim Cook自己走出來 說 iPhone 6s出來了 那個就是那個權兵 耶穌裡面的權兵 你一知道他講的時間 就肯定是真的 你不需要猜 究竟那個人說 那個人說 那個人說 那個人看到 那個人看到 那不是重點 但是Tim Cook走出來的時間 那個權威就在 那個權兵 耶穌正讓 一樣就是一個教導的時間 這幫人看到 耶穌的權兵 繼續看下去的時間 耶穌就在裡面教 在會堂裡 有一個人被污鬼扶著 他哭叫說 拿撒難人耶穌 我們與你們有什麼相干 你來滅我們嗎 我知道你是誰 乃是神的聖者 你看到一段經文的時間 耶穌本來在教的時間斷了 因為有一個人 不是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被污鬼上了身 他就大叫 他說的東西很有趣 拿撒難人耶穌 他响他躲 响知道耶穌是誰 但是最有趣的是 我門與你門 我門與你有什麼相干 其實說的 說得差一點 關你什麼事 我有什麼得罪你 通常你聽到這句話出現的時間 就是有些真實在裡面 有些互相在裡面 而通常說這件事的人 都是弱者 你看到也是弱者 而你看到他是 承認了他自己是弱者 因為他說 你來的目的是什麼 是滅我們 他說 我知道你是誰 你是神的聖者 這裡其實很有趣 有另外一個對比 就是 其實污鬼 如果你看到原文 是一個不潔的靈 但是他承認了耶穌 是一個聖結的 Holy的神的聖子 但是耶穌那一刻 就立刻滅了他的口 他說 耶穌扎避他樹 不要作聲 從者人生出來了 污鬼叫那人 抽了一陣風 大聲喊叫就出來了 耶穌扎避這隻鬼 他說你不要作聲 有很多人就會說 耶穌不想 不想污鬼去說 不想這群人知道他真正的身份 所以他就滅他的聲音 也有可能的 我們遲些會看到 但是這一刻 我們看到的時間 他叫他不要作聲 其實是一個正常 趕鬼裡面的 procedure 他就會叫他不要作聲 然後就趕他出來 通常趕鬼的 procedure 都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遲些會看到 其實也有他的含意在裡面 但是他叫他不要作聲 那麼我們就 那個字 形容那個字 其實是很具體的 就是 你有一隻狗 可能經常吠 那他就拿那個罩 罩著他的嘴 不讓他吠 就是基本上那個字 就是耶穌 叫這隻污鬼 罩著他的嘴 不讓他說話 接著 我剛才問過人 烏鬼叫奶人抽尿一陣風 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我看完之後 我說什麼呢 我看新譯本 他說抽風 耶穌叫奶人抽風 然後大聲之後就叫他出來 我也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那麼Google呢 翻譯也有用的 原來 拿了這個翻譯 我放在Google翻譯 接著他英文的翻譯是叫 叫cramp 那就 make sense 因為英文的translation 你會看到是shake violently 就是好像發洋吊 然後那隻鬼就出來了 這個就 make sense 那些壞了 抽了一陣風 即是吸了一口氣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那個解釋就很有趣 耶穌 滅了他的嘴 就是不讓撒旦說話 如果他真的說 不想他讓人知道他的身份是誰 他可以在那一刻停 但是耶穌沒有 耶穌其實的目的 他背後裡面 就是盼望用一個服侍裡面的平台 去把這隻鬼趕出來 因為那個人 是不能去控制自己 他不能 我們要記回耶穌來的原因 是盼望他這個信息 天國已近 應該悔改這個信息去傳遞 而希望人可以去回轉 離開他們的罪 但是這個被鬼附的人 是沒有這樣的選擇 因為他被鬼附的原因 他是控制不到自己 而耶穌來的時間 他就是盼望可以去把這個 困住這個人裡面的事情 阻止他去走去神的國裡面的人 去奪取 去拿走他 所以他去趕了這些鬼出來 我們看下去的時間 我們會覺得 看到其實 一直都是一個掙扎 耶穌如何去和撒但 在這個世界裡去掙扎 但是耶穌 已經是贏了 他離開沙漠 離開抗野的時間 他已經勝過了撒但 所以他有完全的權兵 去控制這些污鬼 以及去趕鬼 去到的時間 又看到那幫人 耶穌医治了 他趕了這個鬼之後 他的 mission 就完結了這一刻 就看到那些人了 眾人都驚訝 而此到彼此對問說 這是什麼事 是個新道理啊 他用權兵吩咐烏鬼 連烏鬼也聽從了他 耶穌的名聲 就傳遍了加利利的四方 新的權兵 耶穌 這幫人聽到 不但聽到教導的時間 應該會覺得 哇 新東西 這個有權兵的人 但是他們看到這個医治 這個趕鬼之後 更加去確認了 他剛才猜的東西 就是這個人有權兵 連烏鬼也會聽 他們就很驚訝 很驚訝 和驚訝 而他們就在隔壁 自指針 究竟這是發生什麼事 這是一個新的教導 你看新的時間 我們很多時候會想到 是一個時間裏面的身 但其實不是說 時間裏面的身 而是說一個新的質素 是裡面的 authority 其實是本身 耶穌這個人 是一個新的 authority 不是只是 以前是這樣 現在有一個新人去教 但是現在這個新的教導 是完全不同 以前那個 而他們看到 這個人有一點點不同 他們開始看到 耶穌裏面的性格 他背後裏面的權兵 我們不知道他傳什麼 但我們在這個趕鬼 這個事件裏面 我們看到幾件事 我們看到耶穌是 其實有服侍的心 他想服侍這群來到的人 我們遲些會再看到 他服侍的不同做的事 但是他不單止去服侍人 他藉著他的服侍 他讓人看到他的權兵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因為他剛剛開始 他剛剛開始在加勒尼傳道 那些人開始明白 他背後裏面的權兵 而那些人開始看到 其次的就是看到 他的名字開始傳 因為那些人看到他教導有權兵 而他有權兵去趕鬼 再確認多一次他有權兵 在這個服侍的時間 那些人就自討自討 傳過加利利的地方 上次Jim說的 是一個省 一個地方圍繞著加利利湖 那地方就開始傳耶穌究竟做了什麼 接著看下去 耶穌就教完了 說完鬼之後就走了 可能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說 但是說完之後就回家了 其實跟了雅各 約翰西門和安德烈 就走了回家 去了西門 去了西門 即是彼得裡面的屋 西門的岳母 即是他老婆的媽媽 那一刻 也不是那一刻 可能已經病了 他就大發燒 那他就什麼 這個 害熱 病 躺著了 就躺在那裡 因為他熱 他發燒 現在我們知道他發燒 那 接著就有人走去找耶穌 那耶穌呢 就扶了他的手 接著叫他起來 那便醫治了他 這個呢 有一點點不同 這個設定有一點點不同 剛才就是一個很public的設定 那些人看到他的權兵 看到他趕鬼的權境 現在就轉了 轉了一幕 就是看到 耶穌在一個private地裡面 讓他們的門徒看 他有那個權兵 不單止去趕鬼 但是他那個服侍裡面 看到他有那個權兵 去醫治 世上的病 其實 你看馬赫風音 他跳得很快 他一個故事跳得很快 那他的故事其實會 他會轉畫面 轉畫面 你好像看電影 這個線 然後轉 就轉了這個線 其實 《醫他樂母》裡面的故事 其實可能是一個插件 讓我們看到下一個線 我們會看下一個線 天晚日落的時候 有人帶著一切害病的 和被鬼扶的 來到耶穌更前 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門前 耶穌醫好鳥 許多害各洋病的人 又提出許多鬼 不許鬼說話 因為鬼認識他 到了這裡的時間 天晚日落 你覺得雙重了嗎? 天晚就是天黑了 日落也很正常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但其實這是一個故事裡面寫的方法 它叫做Double Progression 即是有兩層切的漸進 那兩層切的漸進 通常是看第二個是重要的 就說到日落 為什麼日落重要呢? 在這個設定裡面 剛才在會堂裡面 因為安息日 那些人都坐在這裡 耶穌走的時間 就回到家裡 那日落的時間 那些人都湧了去耶穌 即是安亞比特的門 為什麼呢? 因為安息日結束了 那些人可以走 因為安息日的時間 如果你是猶太人 你守律法 你不可以走多少步 因為你多走多少步 離開你的家裡 就是工作 那你工作就犯了那個法律 所以那些人不走得太遠 但是一日落的時間 安息日 即是星期六晚 完了 那些人就走去 因為已經傳了很多消息 自自浸自浸 那些人就走去耶穌那裡 去追求 帶了全部的病人 和趕鬼的人 去到耶穌那裡 需要他去 不是需要的 去request 去盼望耶穌會醫治他 那當然耶穌就會做 耶穌就醫治了很多這些的人 趕了很多鬼出來 但是 剛才我們說到 他提出了很多鬼 他不讓那些鬼 說他是誰 他收了他的聲音 他不讓他說 全耶穌是神的兒子 或是聖者 其實 很多人會猜究竟做什麼 其實你看到的故事裡面 也有幾個東西可以猜 就是 因為耶穌要想 更加多人聽到道 如果那個人爆響了耶穌 羅馬政府可能就以為 耶穌想搞革命 很多人根據的時間 他們就會害怕 耶穌可能就去不了很多地方 所以 馬赫就說 耶穌灭了撒旦裡面的嘴 那 他是神的兒子裡 尼塞亞的消息 還沒散開的時間 他就可以繼續傳道 這是他覺得的工作 也挺合理的 但是其實馬赫沒有說 但是我們知道之後 繼續看下去 會看到他一次又一次又一次 去滅了那些人 不讓那些人說 不讓那些鬼說 他的身份 相信是他的事工裡面有影響的 很多人走了去彼得的門口 又回到一個公室的設定 耶穌去醫治這些人 耶穌的服侍裡面 被人看到 之前看到耶穌有權兵去趕鬼 這一刻他的醫治 被人看到有權兵去醫治世上的病 我們聽到 我們聽到 浮人裡面的身份 我們知道耶穌是浮人的身份 耶穌將來 馬可福音裡面 都會教導那些門徒 應該有浮人的身份 耶穌來的原因 是盼望 帶到這個神的國裡面的訊息 將人可以去悔改 去回轉 離開罪 去歸於神 但是他用的渠道 是服侍 他用去醫治 去趕鬼 這個渠道 去幫助 去延伸 這些人的經歷 讓他們看到 不單止看到 不單止聽到 但是他們去經歷到 神的國裡面 在這個地上裡面 那個甜美 跟著神 為什麼要悔改裡面的心腸 他們已經經歷到 你聽到 可能是溫定 你看到 都覺得 是不是真的 你聽到 你聽到 人懂得做魔術 或者你看到人做魔術 你都會 是不是真的 但是 當他 你是做那個 volunteer的時間 你做完之後 你都 那個時候 被你看到 他可能 騙你 騙你 但是耶穌當然 不是來騙人 他帶的 真的消息 他所做的事 是有權兵 那些人看到 那些事情 他的服侍裡面 被人看到有權兵 但是他照樣 他希望繼續服侍這些人 藉著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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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侍裡面的平台 他可以幫別人 聽到他的名字 他的消息 他的權兵 他可以醫治 他可以趕跪這個消息 繼續散播 他們可以經歷到 神的國裡面的甜美 一些被困擾著 被病 或者被 魔鬼裡面困擾著 他不可以去選擇那些人 耶穌 除了之後 他們可以經歷到 可以去選擇 究竟神的國 是否他們想跟 他們是否明白 而願意去悔改 去跟隨 究竟我們又怎樣去 我們有沒有帶這個消息 給我們身邊的人 特別是未信的人 我們有沒有這個服侍的心態 盼望我們做的時間 我們去服侍我們身邊的人的時間 令他們不單止聽到 不單止看到 但是他們去經歷到 背後的力量 愛的力量 我們作為門徒 我們有沒有去學習 耶穌裡面的教導 去跟祂一樣 去跟著祂的模式 去服侍我們身邊的人 讓他們去經歷到 神裡面的愛 神的國裡面的 在這個地上可以經歷到 神的國裡面的福分 在這時候我想到一個故事 我想到神學院的時間 其中一個教師 他有一次問我們那班人 問我們那個課程 有沒有人是有空 會有錢收的 去他家幫他做東西 我自己其中一個 我們有五個人去他家 我一個星期六就去了他家 整個房子 他用掘泥 其中一個東西要做的 就是他要換那個 那個 油箱的柱 因為那條柱就是塌 他換了 我幫他做完之後 割了一些木 做完之後 塗完之後 種了一個地上 他說還有 還有一個 我要做到隔壁的那個 然後我想 隔壁的那個油箱 有關你的事 但是 他就是去服侍他的隔壁 他隔壁是未相信的 但是 而他就 看到他那個油箱 那條柱快爛 他就買了材料 甚至給錢我們 這班學生 去幫他做的東西 這個就是 那個服侍的心態 他沒有 request什麼的回報 正如耶穌去醫治人 都沒有request什麼的回報 他醫治人的心態 都是 盼望去釋放他們 讓他們去經歷到神 而他繼續去做 他只是去醫治一些 原意和有信心 去走到他面前 去要求他醫治的人 他沒有強迫 那個人也說 我不要醫 我不要醫 他硬硬醫治他 因為他要 讓別人看到他的權兵 不是這樣的 耶穌是一個憐憫的心 因為他關心那些人 他想去服侍那些人 他去醫治他們 當然 我這個星期 預備這篇到的時間 神當然要教我的故事 當你最忙的時間 可能最緊張 因為你要講到 第一次在skywalk講到 很緊張 當你最緊張 最需要想很多事情的時間 神就說 你要幫這個人 就是有一天 我在預備我編導的時間 叮噹 然後到他下面 UPS放了東西 原來是單車的盒 一看就知道 我看就知道 那些單車盒這麼大 有單車牌子在旁邊 原來是樓下居住的人 我從家裡幫他收了 搬進去 我繼續工作 他下班了 回到家了 他就上來煮食 然後我跟他說 你買新單車 他說是的 買新單車 你堪了什麼 我說我沒有想著陷 我打算拿去給專業人陷 因為我不想踏踏踏踏踏 那一秒 我就在想 糟了 很忙 但是 我好像應該幫他 但是 我說這篇道 好像是講服侍的心 但是我真的很忙 那半秒裡 我就想了 究竟我幫不幫他 耶穌教導我做這件事 那我應該做這件事 那我就在想 What would Jesus do 但是我後來想想想 不是What would Jesus do 是What did Jesus do 是耶穌做了什麼 那我是否應該去學習 作為一個門徒 我應該去學習 祂去服侍 而祂服侍中 顯明了祂的大能 顯明了祂的權柄 是不是我應該服侍當中 可以去顯明神的愛 被人經歷到基督徒裡面的愛 那個故事 半秒裡 我想了這麼多事情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 我們應該做什麼 聖靈已經告訴我們 我們應該做什麼 但是我們是說服 我們肉體裡面的軟弱 我們應該去做 我一刻 他剛剛想回到樓梯的時候 我就說 其實我都半專業的 做單車 我十歲就開始做單車了 所以我都挺熟悉的 我可以幫你撐 那就願意去做這件事 那換取的是什麼 換取的是很硬才吃飯 但是你會覺得 你做的事情 你服侍那個心 讓祂成為一個平台 祂可以經歷到神的愛 裡面的服侍 那為什麼不做呢 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為什麼覺得這件事 不值得做呢 那幫祂之後 他當然很感謝 我盼望有一天 我也沒有機會 但是我盼望有一天 我可跟祂聊 究竟神的愛是怎樣 不單止去服侍 你要記得耶穌 服侍是一個渠道 一個方法去幫助人 去幫助人 去聽到神的信息 他最ultimate的事件 最ultimate的任務 都是盼望人可以听到这个好的信息 而我们作为门徒的正样是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渠道 但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会不会用这个服侍里面的心态 成为我们一个渠道 去人不单止听 不单止看到 但是去经历到神的爱 在最后的时间我想讲讲 服侍 我自己觉得服侍的心态 如果我们有时间 如果我那一刻是有空的 我有时间帮他撑单车 我是帮他做事 我自己觉得我是帮他做事 都是好事 但是服侍呢 我觉得是更加彻底地 有一个牺牲 你才是叫服侍 是你最忙的时间 你最忙的时间 你去帮他 你愿意去牺牲 那一个sacrifice 那个真的是服侍 因为你可以帮很多人 这个世界里面 确实有很多人 是很愿意去帮人 但是服侍 是你最不得闲的时间 最繁忙的时间 最不... 总之最不得闲的时间 你最不想的时间 圣灵就告诉你 你应该去做 而你愿不愿意呢 就是看看你听不听 圣灵里面的声音 我盼望我们每一个 都继续去学习 让我们去用 服侍这个渠道 去帮助人 不单止听 不单止见到 但是帮助人 经历到神里面的爱 让我们去服侍的时间 显明神 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大力 让我们愿意的时间 一起低落祈祷 亲爱的我们献上感恩 因为你去 让我们成为你一家人里面 有份 我们可以作为门徒 但是我们盼望的是 你让我们去活出到 门徒里面的样式 我们去学习你去做什么 我们去跟随 让我们去抵挡到 身体里面的软弱 让生灵的继续去跟我们说话 让圣灵给我们有勇气 有这个力量 去抵挡肉体里面的软弱 而我们可以活出到 你给我们的样式 用一个服侍的身份 帮人去经历到 神的国里面的爱 里面的甜美 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祷告奉主命求 Amen